這種日式便當 在我們這種製作單位 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日式便當 動輒 便宜的兩三百塊 貴的七八百塊的都有 我們怎麼可能 去訂這種便當對不對 那便當 訂這種便當 我們是沒有利潤的 可是我去得利潤 去得買車 給大家買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都是怎麼樣 這個大哥大姐在吃的 你知道嗎 歪嘴巾想要吃好米對不對 跟我們吃一樣的便當 它不太好 你說小燕姐 小燕姐哈琳吃彎嘴巾是不是 沒有 沒有 互相 歡迎收看 Chill Chill 董事長 介紹今天TALK的來賓 歡迎朱欣怡 葛晨宇 東莉 以及梁克群 嘉義科醫師 陳軍霖 兩位少女 對 要來這邊宣傳他們的 新的作品 是 這是我們兩個新出的單曲 其實我們出了兩首單曲 然後一個叫做Stanning and Top 還有數字遊戲 兩首都已經在各大音樂平台 都可以收聽了 對 詳細的情形的話 你們都可以搜尋我們的名字 就找得到囉 對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厲害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 不是在這個餐廳吃的美食 是 而是我們經常會接觸到的一樣東西 就是外食常常會吃的 就是 吃便當 便當 便當可以說是 在我們演藝工作當中 幾乎只要出外景或近棚錄影 有時候一天要吃到四個對不對 對 需要 有一個人據說他是 吃過這個最多便當的 可以上金氏世界紀錄的 沒有 我怎麼跟你比 你 我吃過便當 沒有你用過的衛生紙 胡說八道 我沒有吃那麼不好 你是在暗指亮哥便祕嗎 不是啊 亮哥吃了便當才多吧 不是 你吃的比較多吧 沒有 我們是以前訂得多 因為我是本來幕後工作人員嘛 以前本來就是在訂便當的嘛 那大家吃不完 有的時候我還帶回家吃啊 我們算安分熟擠的 有的讓別的製作單位的訂便當 都買車了 你想要說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有些人可能會趁機 拿一點的威風 你直接把人說出來 不是我們這個單位 別單位 以前我是聽說有 後來他之後從幕後走到幕前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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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在那個 用別人的譯名 他被追蹤到那個他本名 比如說什麼 宋江啦 然後前一陣子孔劉嘛 是 最近我覺得最過分的是昆達 昆達不是我自己講的 昆達是花花認證的 不是 你哪一個是自己講的 沒有 都他別人認識 都是別人講的 便當跟我們之間 就是這個飯盒 便當跟我們之間太多官員 對 便當這麼多種 我們台灣人到底喜歡吃 哪幾種 哪些便當是我們最愛吃 最常吃的 是的 我們來看看 台灣人最愛吃的便當是 日式便當 真的 剛剛妳提到妳有訂過便當嗎 對 這種日式便當 在我們這種製作單位 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日式便當動輒 便宜的兩三百塊 貴的七八百塊的都有 我們怎麼可能去訂這種便當 對不對 那便當 訂在那邊 我們是沒有利潤的 可是我記得 適合買車 給大家買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都是怎麼樣 這個大哥 大姐在吃的 你知道嗎 歪嘴巾想要吃好米對不對 他跟我們吃一樣的便當 他不開心 你說 你說小燕姐 小燕姐 哈利是歪嘴巾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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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互相 不是 他以前就是在我們這個單位 他是 我們都要歪 別的 他服務小燕姐 別的 有時候你是有買幾個 貴的便當對不對 貴 就是給他們吃的 但是你心有不甘 想說我們吃這種跟噴一樣的 那你吃那種日式便當對不對 那好啊 OK 譬如說 我亂講 譬如說我要買一個給亮哥 對不對 那我就會說老闆兩個 就說抱主持人要吃的 兩個嘛 吃不飽要兩個 一個給亮哥吃 一個我自己在後面吃 你知道嗎 我也想吃一下 大哥 大姐吃的是什麼滋味 我在幫你們試菜 對啊 楊哥有提到那個日式便當 日式便當白白走 那我們今天Mr.Chill找到一個 你怎麼講得好像要講鬼故事一樣 因為你介紹好處的東西 不用像介紹鬼故事 人家都逃過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像都市傳人 是... 也不太可思 因為它這個東西太不可思耶 然後這間店聽說 在當地是人氣便當店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每個網紅都一定要去那邊打卡 然後爭相報導之外 風靡全全 不要... 客業人的發燈 風靡全台 然後這個日式便當 我教你怎麼結束好不好 好不好 趕快來看看這個日式便當 到底有多厲害 好厲害 很漂亮耶 真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是兼具的 視覺 視覺 跟味覺的一個變 色香味俱全 色香味俱全 顏色很豐富 而且小亮哥你猜 這個便當多少錢 我怎麼說變小亮哥 因為小亮哥 我說阿亮哥才對喔 阿亮哥 小亮哥是姿佑的老公喔 亮哥 亮哥... 你猜一下 你跟我以前是不是有喝酒 他有喝那個 他以為吃蔬酒機也算喔 機能飲料 機能飲料 對 我們趕緊來試吃吧 亮哥你猜一看 這一個多少錢 我來看這個絕對超過一百元以上 真的啊 應該有150到180之間的 跟我心中的想法一樣 差不多吧 但是它只要100元 是嗎 怎麼可能 這個老闆酌心來的 好彩慣 它跟一般的飯糰不太一樣 是 因為一般的飯糰 其實它是把餡料放在裡面 所以它主食是飯糰 對 主食是飯糰 不是直接簡單的白飯 沒有 它是把飯跟料一起拌 你每一口都咬得到 那不同顏色是不同的味道嗎 不同的味道 紫米是什麼 紫米就是 紫色是 紫地瓜嘛 紫色的地瓜 好健康喔 黃色這個飯糰是 紅色 咖哩 那橘色的呢 橘色 橘色的 鮭魚 鮭魚是不是 鮭魚松 那這該不會是花生吧 不會吧 不會是花生吧 有 完面有花生粉 它是花生粉 它是黃帝瓜加花生粉 我覺得咖哩很好吃耶 日本的梅醬 每一口都有味道 我剛剛這小孩已經超愛的 真的 想吃 你買可以透露一下嗎 桃園 桃園 桃園的好遠喔 我也要吃吃看 咖哩的是什麼口味 咖哩好好吃喔 好吃 很厲害耶 然後這樣的 的確像剛剛Gray的妳講的 它每一粒飯都已經有咖哩的香氣了 因為它直接放在裡面 不會只有表面才有 這是什麼肉呢 這應該是雞腿排 咖哩第一名 你喜歡咖哩 再來就雞腿 再來就雞腿 雞腿妳講到重點了 聽說它那邊最有特色的 就是烤雞腿 真的假的 醬汁是老闆特調的 沒有 它的醬汁好好吃喔 跟一般 甜甜的 日式便當店吃到的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鮭魚的也很好吃 我也覺得鮭魚的 鮭魚的飯 天氣熱妳知道妳吃這個也很香 很爽口嘛對不對 對 夏天吃 不像那種什麼雞腿 控肉那種 吃起來很油 天氣又熱妳可能會吃不下去 這個有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很下飯 我們可以問一下陳醫師嗎 因為像平常我們都知道 像便當買回來 可能有些像我們這樣太多 吃不完 隔天想微波加熱 會有一點可能食物上的變質問題 那冷便當會有這個問題嗎 在日本大家如果有去地鐵站 常常就會看到很多攤販在賣 那個冷便當耶 那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它都是冷藏保存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四度C以下 保存的時候 其實細菌滋生的速度 會大幅減緩 這樣就可以有效的去保存 我們隔天吃還是新鮮 不過最重要 還是考驗它在製作的過程 如果製作的時候 它的餐具器皿都要保持乾燥 不要有水 然後也不能噴到口水 要清潔衛生 這樣子在做完之後 它就可以保存得比較久 那再追加一個問題 有時候便當回來熱熱的 然後你吃完的時候 它還有餘溫在上面 那那個時候有人說 等一下等它冷了再冰冰箱 還是說它熱的時候 就可以進冰箱了 其實我們只要降到 安全溫度是60 70度 就可以 以下 這樣就可以 不是 是以下 真的假的 所以本來是熱熱的 早點進冰箱 是對這個食材保存 是比較好的 沒錯 不要等到完全涼 因為完全涼 那一定會降到60度以下 滿新冠冰 對 腿翻了 所以熱的放進去OK的 對 那最後一天的話 就是要等到冷的 才可以放進去 什麼叫最後一天 可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是什麼意思 你要進冰的比較好 OK 對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台灣人最愛吃的便當 還有哪一些呢 請看喔 燒辣便當 超好吃 超好吃 我跟你講 有一次真的是 他那是一個劇組 訂便當那個小姐呢 她連續一個月 都訂同一家燒辣店 所以每天送來的便當 就是插雞 插鴨 插燒 吃了一個月之後 攝影大哥真的 真的不高興了 生氣了 開始 因為你一個月都吃一樣的嘛 他便當摔下去以後 他還講了一句不雅的話 他說 插雞插鴨 我在插 對 他就在那邊 然後就走了 就是真的已經生氣了 那我們就跟那個便當的小姐說 你不是 你就稍微換一下 比如說中午一家 晚上一家 不同的菜色也好嘛對不對 像你是為了要換車 那那位妹妹她是為了要幹什麼 有一天呢 就是她去拿便當的時候對不對 一看 原來是有貓膩的 就是說她給她便當的時候 有給她的一個化妝品禮盒 那也拿給她這樣子 就是說有師儀小惠 那這個便當店老闆也滿聰明的 想說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一看才知道 原來每一個 一整個月都訂同一家是有原因的 所以她沒有換車啦 她只拿到一些化妝品 化妝品 對 就倒還不夠高啦 對 沒有像我們楊兄哥這麼厲害 沒有 這個要從國產變義大利車了 對 真的是厲害了 不要再講便當 好愛家公司 就是這家公司 還一直講 今天主題就是便當嘛 對 那不知道像你們年紀比較輕 你們有沒有也常吃便當的經驗 我超愛燒蠟便當 妳喜歡燒蠟便當 因為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學校旁邊就有一家 還滿多人去買的燒蠟便當 因為便宜嘛 一次就買三四個 因為我喜歡叉燒 我又喜歡鴨 又喜歡雞 我就 我不知道選哪一個 因為我選擇障礙嘛 我就想說算了 那我乾脆都買 因為我也吃得下 然後老闆那時候還有 是幫朋友買 其實燒蠟便當上面的靈魂是什麼 是她的那個 對 一定要撒一個蔥油 那才好吃啊 Mis Cho Cho今天找到一個 開業四十年的 四十年 那我們等不及待 因為它號稱 全台北最強的燒蠟店 什麼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它到底有多好吃 到底 好不好 來 試試 喜歡我們這集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的就是 按讚 訂閱 加上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oCho 快點...